民進黨早在2013年 就已經有排黑條款了 但是在昨天總統蔡英文 他公開的向民眾來道歉 因為民進黨沒有把排黑落實 但民眾看得非常生氣 因為太魯閣意外 奪走了49條人命 等不到一聲總統的道歉 因為民進黨的家務是 總統道歉了 這代表什麼 49條人命 台灣人的命就是不值 來看一下總統說 身為黨主席沒有落實排黑條款 他跟大家道歉 總統喊了那麼多年 清廉勤政 愛鄉土 升官發財 勤走別條路 講的都是假的 民進黨的秘書長林錫耀 他甚至告訴大家 電腦不只會選花生 電腦會選黑道 所以他們決定要透過AI 來找出哪一些人是黑道 要用電腦來選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可以趕快建置一個 查詢的 電腦透過網路查詢 自動查詢的系統 運用一些AI 就是人工智慧的協助 大家往更落實排黑條款的 這個方向 蔡總統前前後後 當民進黨的黨主席 已經當了9年 當到第9年 現在告訴大家 要用電腦來選出 到底哪些人是黑道 電腦還真厲害 早在2013年的時候 4月17號爆出一個新聞 柯建民 柯總召 掛名推薦天道盟的成員入黨 5月1號 謝長廷幕僚 向四海幫的招募了 3萬名的黨員 這些事情爆發之後 柯建民說 辦公室就印有這個 他擔任介紹人的入黨申請表格 自由索取 跟幫派無關 林耀文當時謝長廷幕僚說 這是不時報道 週刊要公開的道歉 而且要更正 2013年的時候 當時民進黨主席 蘇貞昌他說不容黑道 他現在告訴大家 黑道要加入民進黨 連門都沒有 但是現在在蔡英文 當主席的時候 門戶大開 大開方便之門 總統都當9年了 當主席9年了 到現在這個問題 還解決不了 更何況 趙介佑是在2013年4月入黨 也就是排黑條款 生效前一個月入黨 難道有高人指點嗎 蔡英文2014年回任黨主席 趙介佑後來2016年5月 當選黨代表 2016年的12月 出現了吸毒開救護車 逆向去衝撞很多人 當時的主委黃成國 到底為何沒有處理 大家覺得很納悶 現在更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蔡英文當主席之下 在去年的12月 通過了所謂無英龍的條款 黨職人員選舉辦法 跟被選舉人的資格 有兩年 入黨兩年 下修為入黨一年 所以有更多的人頭黨員的問題 還有更多的黑道申請加入 他當主席到底是怎麼做的 兵哥怎麼看 我是覺得現在蔡英文 當然他願意道歉是很好 但是他也只是輕描淡寫 講一個我感到抱歉 第一個我就覺得很奇怪 台鐵 太魯閣死這麼多人 你好像也沒有去道歉 為什麼你那個東西 對一個以你總統的身分來講 好像你覺得你總統 還不如你的民進黨黨主席重要 讓我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你蔡英文總統 你是不是也應該要 對太魯閣的這些人道個歉 然後再來你身為黨主席 你當然應該要對民進黨道歉 甚至包括尤英龍都講 你應該持續黨主席 因為你當黨主席 你不是當一天兩天 前前後後黨主席的任期加強 你當了九年多 你當九年多 那排黑調款 在你們民進黨根本形同俱文 完全沒有發揮作用 難道你都不用負起責任嗎 表示你基本上 你要嘛就是根本不在乎這件事情 要嘛你就是個傀儡 完全被人家操作 那更讓人家覺得 這個時間點非常可疑的就是 你2014年你回任黨主席 而2014年那一年的時候 剛好是誰呢 趙介佑變成民進黨 台北市黨部選對會委 為什麼每次這些事情都這麼巧 每一次都剛好是這樣 每一次你一回到民進黨的時候 黑社會的勢力開起來 就蓬勃茁壯 那是不是你刻意在操作這些事情呢 然後講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光聽你們第一個 你們明天要開主委 全國主委的這個會議 然後討論怎麼排黑 我聽到這個我就很想笑 那再來我聽到你們這個 叫做林錫耀 你們這個秘書長講的我就更想笑 什麼叫利用AI AI到底是 現在電腦會選花生 然後還會選黑道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假設你真的有這麼厲害 一個AI軟體 那你怎麼會一個月查一次 因為他後來說一個月查一次 那個東西你就放了24小時 讓他廣告 你們所有的黨員名單 全部輸入裡頭 看誰跟黑道這邊有連結 那這個 第一個你會說什麼一個月查一次 表示你根本現在手上沒這個系統 你也不知道 第二個我覺得林錫耀 你未免太客氣吧 民進黨好像叫執政黨 如果你民進黨真想的話 你會查不出來嗎 你會查不出來誰是黑道嗎 對不對 這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嘛 講得好像他不是執政黨 對啊 你們是執政黨 你忘記這件事情嗎 你們運用了多少國家機器 你會查不出來 是看你要不要查而已 而且現在 你看你沒有運用國家機器 那個吳英農不就跟我們講說 除了我照一介優之外 旁邊還有五個很可疑的 我懷疑他可能是黑幫 你們不是用人工就查出來 幹嘛 直接就查 你有心要查就查出來 其實你會講這種話 給我的感覺就是 你根本無心查 只是故意用這種東西 來胡說八道一下 來騙取民眾的信任而已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覺得不用扯那麼多 包括你們自己的人 包括陳丁飛這些人 到現在都質疑 你黨真的有排黑的決心嗎 老實講如果真的有排黑決心 只要按照你們原來的排黑條款 你們用力去執行就夠了 根本不必講那麼多廢話 當然現在都已經被稱為 英系已經是所謂黑道的形狀 英系最主要有誰 黃成國跟陳明文 這兩個人現在爭議最大 先講黃成國的部分 來看這張圖 2019年北聯邦60年的參會 黃成國說他不是黑道 但是他跟這些幫派的大哥 坐在主桌 總統要不要宣誓 禁止他們黨內的人 參與黑幫的活動 這不宣誓嗎 這不是擺明的證據嗎 你不宣誓嗎 你說他不是黑幫 他至少不應該參加黑幫的活動 所謂的這個影片裡面抽菸 違反菸害條例要不要抓 這可能相對小一點點 還有人頭黨員的正義 你要不要查 這很多問題 林錫耀剛剛告訴大家說 AI可以找出黑道是誰 同一場記者會他告訴大家 黃成國到底是不是黑道 AI不是可以判斷嗎 他說黨內有人替黃成國喊冤 有人說黑就是黑 黨內那麼多人 大家那麼聰明那麼厲害 一半的人說他黑 一半人說他不黑 人腦都選不出來了 電腦選得出來嗎 好 鄭立文告訴大家 他就是跟天道蒙關係匪淺 來替他的說法 跟黑道有關係的 台北市黨部最有力的 就是黃成國 我笑你不敢 文英勞你敢處理他嗎 我找你不敢 阿姨你什麼怎麼不敢 蔡英文都不處理他了 黃成國大家都知道 天道蒙精神領袖 他現在是總統府的國際顧問 蔡英文你信誓旦旦 那先從處理黃成國開始 展現你的決心 那黃成國為什麼這麼囂張 難道不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義系的老大嗎 阿如果不是蔡英文給他衝腰 他敢這樣子嗎 現在他出戲了 所以大家都在那邊切割 好 當然鄭立文 這樣明確的指控之後 他本身就感受到龐大的壓力 所以他一口氣 買了五種的防身物品 包括了有嗆辣的噴霧器 但我在想說噴霧器對黑刀 到底有什麼樣的幫助 我也滿替他擔心的 但是黃成國遇到這樣的指控 他也跳出來幫自己講話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影響再怎麼樣都是一個團結 我們也希望跟團結說 我不願意回應這些事情 可是已經一個禮拜了 幾乎快十天了 夠了吧 拿過去的這些事情 到現在來講 你會覺得說 這個都已經很久 而且跟現在你的狀況 也不是這樣 是啦 這個人都有過去 你沒有你的過去 但是我們不是說去否認說什麼 我也不敢講過 我現在是什麼樣 但是我坦白講 我一直認為就是 因為我不是得知道團結 我現在沒有理想他 相信舉頭三十有什麼 所以我不會去看 違背良心的事情 那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也沒什麼 但是我後反 我不講 就代表說這個是個事實 我今天我房間做了這個事情 或者是我有去關切到他 任何的一個事情 那你什麼去指責我 都沒有問題 他這件事情都跟我無關 別人的兒子犯了法 跟我有關 別人的黨員 這黨員是有DNA的 他會有系統的 怎麼也塞到我身上來 是不是查得清楚 誰家的孩子誰家帶回去 是不是這樣子講 別人家的孩子 為什麼硬要講是我家的孩子 這很奇怪吧 可以看到友台的記者 對黃成國是非常的呵護背致 還丟球給他 那現在另外一個人陳明文 他也有爭議 他PO出了一個最新照片 他跟館長握手 為什麼呢 他現在被指控 他幫忙館長槍殺案的這個 不是槍殺 槍 槍殺案 只是沒有死亡 槍殺案的這個兇手的 背後的飽和會 幫他安排了多次的特件 所以他PO這張照片 他說我如果幫他的話 館長怎麼會願意跟我握手 但是也是黑影闖闖 另外一件事情是周一寇 現在臉書也特別發文 他說聽說現在的媒體 都不敢深入報導 剛剛友台問是不是有呼應到周一寇 臉書的發文 批評葉林傳或者是黃成國的事情 哀哉 缺乏專業跟道德勇氣 他說他從來沒有聊過任何有歹念之人 包括黑道 可能也包括不知道算不算豬大 他從來都沒有被任何幫派分子 威脅過 十幾年前羅浮住在立法院追打李慶安 我在電台節目罵他不要臉 有人問他 他說周一寇罵我 我沒話說 瞭解了嗎 各位後進 誠實正派敬業 百讀不清 不要為懦弱找理由 賴教授你怎麼看 我覺得周一寇這個講話是在呼籲 呼籲媒體不要怕黑道 他是在呼籲了 其實不只是媒體怕黑道 媒體怕黑道天經地義 為什麼 因為連民進黨的林襲耀都怕黑道 蔡總統也怕黑道 不然你叫蔡總統出來告訴我們 哪一個人是黑幫 哪一個幫會是黑幫 就請蔡總統直接跳出來告訴我們 目前你認為台灣的黑道 有哪一些幫會 你把它列出來 蔡英文絕對不敢說 連一個國家的總統 都不敢指名道姓說 我們的哪一個幫會的名字 他叫做黑幫 他裡面的成員就是黑道分子 總統不敢說 民進黨的負責人不敢說 然後跟民進黨有關的媒體 當然也不敢說 所以對周一寇來講 他看不下去了 他覺得台灣 那這樣台灣還有任何一絲絲的 正義可言嗎 可是你要原諒這些媒體 連總統連執政黨的這個黨大官 都不敢說誰是黑道 他說黑道你要看怎麼定義 有人說他是黑道 有人說他不是黑道 那我怎麼分得出來 誰是黑道 誰不是黑道 可是教授 像最基本的 像我小小卑微的要求 你就算不是黑道 你不要參加黑道幫派的活動 這不是基本的嗎 現在連那個活動 是不是黑道幫派的活動 總統都不敢說 北聯邦60年的參會 而且警察都在外面蒐證 但是總統都不敢說 他是北聯邦是黑幫 那總統至少應該要講一下 禁止他們黨員 參加黑幫的活動 沒有 問題是總統都不敢說 北聯邦是黑幫 總統不敢講 總統什麼時候說 北聯邦是黑幫 你這樣問尼錫耀 說北聯邦是不是黑幫 你就問尼錫耀 問民進黨的秘書長 問民進黨的所有的大官們 說這個北聯邦是不是黑幫 好了 就這樣子 問徐國勇 北聯邦是不是黑幫 我是怕現在記者都那麼友善 因為我們現在的記者 也不敢問 記者也不敢說 現在是誰敢說 為什麼 因為台灣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 黑幫跟政界掛得太緊了 掛得太緊了以後 我們的警察 這些執法的人員 他們本來是 維護我們社會正義的 讓整個社會還有個正義 其實我們常常講道義有道 真正的黑幫的人 他知道他做的是壞事 所以他不希望他的孩子 繼續做壞事 所以很多黑幫的 他希望他的孩子 不要去沾到他 因為他常常會覺得 我當時是不得已 家裡太窮 太苦 所以我怎麼樣 可是我現在有能力的 我希望我的孩子 不要沾到我的路 所以我們會看到有很多 黑幫的這些老大 他希望他的孩子 都不要碰到他的任何事業 這個在中外都是如此 可是問題是 當台灣現在整個正義 都混在一起 整個是黑白邪惡 都混在一起的時候 您看到的情況 就不是那樣子了 連總統都不敢說 誰是黑幫 連林喜耀都不敢說 誰是黑幫 你今天還要台灣 怎麼定位誰是黑幫 你說北聯邦是黑幫嗎 吳英龍說他不是傀儡主委 但是我們抓到了證據 我們休息平客馬上回來